模特兒穿上華麗的衣裳 踏著貓布走在山寨台上 秀出一套套台灣本土設計師 拔回創意 結合循環時尚 所設計出的服裝作品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舉辦的原創服裝大賞 二十八號下午盛大登場 我想說大家都在想家 那我要只能做出 我特別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把這個大賞 真人工的香火啊 符咒啊這些東西 把它融入進去我的服裝裡面 結合本土元素 和靜靈碳牌為主題的 二零二四原創服裝 大賞頒獎典禮 以再生材料提高利用率 減少化學濫劑 展現出時尚產業 對環境的保護 共有四三組 來自全台的服裝創作者 提交一百七十二件作品 進行初選 其中十組四十套服裝 二十八號下午 以動態服裝主一走秀 並揭曉最終得獎組別 透過設計師的這樣子的 從設計開始 重視環保永續 能夠讓這樣子的環保意念 能夠傳輸到我們的民眾裡面 活動集結十四個 新銳服裝品牌參加 除了今年得獎的服飾 還有往年得獎及參賽的 二十四套作品 呈現簡約名塊 優雅的風格 也在百貨設置品牌 秀論展示 近年泰牌的永續時尚 記者新竹綜合採訪報導